好,我們現在走到第二個地方,博物館 是時間旅遊的 一會兒如果你可以喝一杯咖啡 不用了,我已經喝了 你可以馬上了解多些歷史、文化 然後才走到我們的旅程 馬車阻礙了公車巴士 巴士很小的 這是羅馬帝國 時間旅遊 裏面不當然拍得上 因為這是3D還是4D的動感世界 但外面就說可以拍得上 開始旅遊,先溫溫歷史 這是羅馬兵 這裡是羅馬兵 這是簡單的歷史年表 在很久之前,羅馬人已經開始來佔領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這個城市一開始就已經叫韋亞納 這個城市一開始了 之後呢,他就有哈斯堡家族 還有這個神聖羅馬帝國 一住在這裡發展下去 這個是舊市 在歷史上其實有幾次 包括奧圖曼 或者蒙古 侵略呢 都是去到韋亞納頂鬼住了 所以都 雖然每次都頂到 都是很苦的 這樣贏 但是都很難得 後來就當然是有奧空帝國 和一戰和二戰的時候 正在帝國就被瓦解 這裏是奧地利的一些傳統食物 我們有機會可以試的 這裏就是一些甜品 Dessert 看完那個Time Travel 就已經夜深了 那我們現在去Hot On,Hot Off 一個非常生動的方法 來講一些最重要的歷史片段 除了那個動感的 好像過山車的物體 那些4D的電影 他中途的時候 有隻老鼠走出來 嚇到Mini死了 另外他也會講到 例如哈斯堡王朝 最重要的幾個人物 他的音樂 為何會發生第一次世界大戰 就是沙拉爾和迪事件 還有在二戰的時候 之後如何分豬肉 和重獲主權 非常有趣 這裏有一個位置 很可愛 有一個位置 很可愛 OK,好,走進去 很臭 嗯 那你照顧它 嘩,這個屋頂很漂亮 他和法國、路易、哈斯堡 兩個鬥了幾百年 他和法國、路易、哈斯堡 而瑞士、德國、荷蘭、比利市 就算在這兩個勢力中間 即是籠統地說 我真是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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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手,有些人說的問題 一些人說的文化 有些人說話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以文影响得很重要 加以文看完日来亚的基础 到后来 刚才所说的Charles V.仔 他本身是在荷兰出生的 后来他取得了皇位 统治了整个西班牙奥地利尼 诺马帝国 荷兰 比利士 全部是他的 以及南美洲所有地方都是他的 当他统治了的时候 税就越来越重 荷兰人就觉得我要平衡 究竟 between 收那么多税 但同一时间我赚那么多钱 我会不会继续来当税 好像是一个保护费 给皇帝呢 他觉得 算了 OK了 去到Philip二世 他的儿子 刚才我说到 那时候就开始 那帮儿子就不拒败了 那帮儿子 他觉得 为何要给我这么多税 我越来越重的税 但我又越来越不得到 appreciation 再加上那时候 Philip二世是一个很狂热的天主教徒 他经常觉得他是神所换权给他 那帮庚正教徒 根本上就是离经背道 所以他要逼迫那些庚正教徒 在荷兰那些地方杀了很多 那于是 这几个原因之下 荷兰就最后爆发这个独立战争 争取离开西班牙的统治 那场仗打了80年 那他就跟英国一起来打西班牙 其中有几仗很 很design的 就是赢了 赢了西班牙的武迪艦队 最后他就拿到统治权 再加上去 如果用金融的角度来看 就是 Philip二世是靠着很多恩亲关系 借很多钱 来留着包装金,赢了银行 但借完钱他败账不坏 但是荷兰就得了借有坏 那会有时间的时候 那些人便愿意继续借钱给荷兰 来请那些军队去保护和打仗 但是對於飛入二世的話 除非他有特權 他可以因為借錢來換到一些特權 否則他就會陽奉陰違 於是 他就在一段時間來說打輸仗 我家族從此就kind of 沒落 你說那個後期才死的老伯 他不是說了很水蛇春 好像delivorous的名字嗎? 這就是 梁文道曾經介紹的一本 《想像的共同體》 那本書裡面 用的introduction 就是說以前的人不會有國族主義 只要我連著地 我就是那個地方的神文 而他透過恩親關係 就管很多很多很多地方 整版的page 讀完都還沒有天亮的地方 他也是那個地方的領主 他堪稱為 這個貴族統治的 最後一個代表人物 那之後呢 其實不是說 那些人 不再loyal 還是whatever 變得反叛 還是whatever 又要求自由民主 而是那些人 有了一個國族的identity 原來我住在這個地方 或者我說的文字 我說的話不同理 我就是另一個人 然後他就會想 為什麼我要under你的統治呢? 你根本就不是說我同一種話 你根本不應該不配做我的 empire 那所有人就在這裏反叛 那拿破崙是那個 最提倡國族主義的人 一開始的時候 他就去 叫那些人去解放 就是說你不要再under那些貴族 所以為什麼 法國大革命之後 這個拿破崙和其他歐洲國家打 實際上就是一個貴族和國族主義的戰爭